当地时间17日 迄今保存最完好的剑龙骨骼化石 在纽约苏富比拍卖会上 以4460万美元的价格售出 成为史上最贵的化石标本 剑龙生活在距今约1.5亿年前的侏罗纪 是一种草食性动物 以其从颈部延伸到尾部的独特骨板而闻名 这个剑龙化石被命名为顶点Apex 因为它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 最完整的剑龙 其高度约3.35米 长6.1米 化石数量有254件 完整度约为70% 化石显示 这只剑龙没有战斗或掠食相关伤害的迹象 关节炎的证据表明它活到了高龄 发掘时的姿态显示它应该是平静的自然死亡 这也是同类中独一无二的 此次拍卖具有里程碑意义 因为它标志着拍卖行首次从发现恐龙化石开始 就参与将其推向市场 2022年5月顶点在古生物学家杰森库珀 位于科罗拉多州恐龙镇附近的私人土地上发现 按照法律只有在私人土地上发现的化石才能出售 苏富比与库珀密切合作 从发现、挖掘、修复到进行准备工作、组装架设 记录了整个过程 近几十年 恐龙化石尤其是在电影中出现过的明星恐龙的化石 屡屡卖出高价 此前恐龙化石的最高价格记录是在2020年创下的 一头霸王龙的化石以3180万美元成交 据称该霸王龙化石被运往阿联酋 将放置在2025年开幕的阿布扎比 自然历史博物馆中 但更多的化石还是卖给了私人 这类拍卖引起了古生物学家批评 他们指出 这些化石只应该收藏在博物馆或其他公共空间